旅行是会上瘾的 走吧 我们去世界看看 芒果这一家 赶快订阅 赶快订阅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芒果这一家 这位是芒果 我们是芒果的姐姐 我是Yumi 我是Selin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去欧洲自助旅行 住宿是怎么挑选的 接下来是2019年 我们去了5个国家 住了5个住宿 第一个要先从维也纳的住宿开始说起 我们是透过AMB&B找到的 住宿楼下就有路面电车可以搭 离最近的地铁站 走路也不用10分钟 大楼里面有附小小的便梯 所以不用扛行李爬楼梯 我们两人当时入住3万 总共是3471元 有使用折扣券 平均一人1万 约579元 入住当天 房东有在门口接我们上去 先让我们寄放行李 等他打扫房间时 我们就先去旧城去逛逛 再回到住宿后 有透过AMB&B留言给房东 就都没有回应了耶 后来回想 这个房源的评价有很多 都有提到房东很害羞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遇到相同的情况 就是入住后 房东就不再回留言了 比较少令人 因为其实我们是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 对其实那间房子我们猜应该也有两房还是三房 那他是把其中一间房间出租出来 所以我们其他的像是卫浴厨房都是公用的 去租压房的概念 那个房东我们刚接触他的时候 其实觉得他蛮友善 我觉得他年龄成看起来应该有六十几岁的一个太太 只是入住的时候就是蛮亲切 他也会跟你稍微讲解一下 厨房要怎么用啊 哪里有冰箱 浴室在哪边 就稍微跟你讲解 我们那天是早上就到的飞机 有跟房东联络 我们可不可以提早去寄放行李 他有让我们提早去寄放 那时候因为房间还没有打扫干净 所以我们的行李就先放在外面 我们就赶快简单的东西带一带 我们就出去了 其实这间房间住起来真的蛮舒服 而且他的空间蛮大 床睡起来也非常舒服 不知道是因为时差的关系 所以睡得很舒服 还是其实在间房间睡起来就真的很舒服 不过他里面的灯光是比较昏暗的 一回去其实累了 洗完澡休息一下就很想睡觉 这间我们总共入住了三个晚上 在我们要check out的前一晚 我有传讯息就跟房东讲一声 就是因为我们隔一天早上 差不多六点就要check out 只是我们就要询问一下check out 钥匙要放在哪里 可是房东完全没有回我们讯息 我们回到住宿 其实我们也遇不到房东 可是我们传讯息给他都没有人回应 比较麻烦的一点是我们住宿的大楼 其实也不算大楼 它看起来应该是五六层楼 可是它里面有副电梯 但是它的电梯要用钥匙去控制 就是你要插进去转 你才可以按你要去的楼层 所以我们check out的时候 比较麻烦的点是 我们两个要先坐电梯下去 因为我们一定要有钥匙才可以下去 下去之后 我姐就在楼下类似把风的概念 因为它的大门也要顾好啊 不能让它关起来 出去也是要用钥匙去开 房东也都不理我们 所以导致我们check out的时候 就人自立就已经 我们最后就是先把行李带到一楼 那一个人先在楼下把风 我再回去把钥匙放回去 我们住宿的房间的床头柜 我就放着 放着之后我就拍照 传给房东 就跟他讲我们check out了 钥匙我就放在哪里 可是最后房东也都完全没回应 就觉得这一点确实还蛮奇怪 那一次算是我们第二次使用MBNB 因为用的第一次就是荷兰的 钥匙 对那时候的心得觉得 MBNB还不错耶 房东很好 可是第二次就遇到这个 就是不同个性的房东 你也会觉得有点奇怪 嗯 对这就是我们的心得 不代表这个住宿不好 只是会觉得 嗯这个房东还蛮特别的 就是分享给大家知道 可是说实在我们那时候 check in的时候 他真的就很正常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们入住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房东 就是变得很怪怪的感觉 嗯 对就突然变得很怕生 可是我们原本是打算找 维也纳中央车站附近的住宿 可惜原先看到的旅馆都定满了 也找不到相对黄酸的旅馆 能从AMBNB中的旅馆 再来奥地利萨尔斯堡的住宿 萨尔斯堡 我们原本也是想要找 火车站附近的住宿 可惜想住的都被定满了 最后找到距离萨尔斯堡中央车站 走路约十几分钟的小旅馆 它是三层楼无电梯的小旅馆 我们两人入住两晚 时空约116欧 平均一人一晚约台币1100元 是入住两张单人床的房型 位于零楼就是台湾的一楼 房间内有付 租桌衣橱淋浴间 还有洗手台 麻醉虽小五脏俊圈 吹风机灌洗用具都有付 特别的是房间内没有厕所 厕所位于公共区域的走廊边 好险离我们住的房间很近 就在房间门口的对面 也没有觉得不方便就是了 走廊茶几上有提供免费的茶包 吉隆咖啡也有热开水 旅馆其实也有付费早餐 只是我们没有家家享用 就不确定他的早餐好不好吃 这个价位在萨尔斯堡 已经算是比较便宜的住宿了 在找慕尼黑住宿时 其实我们有先找找 有没有台湾人在慕尼黑开民宿 可惜找到的距离都太遥远了 也有上A&B也必须找找 但是慕尼黑的房价都高的 让我们下不了手 后来我们真的找了很久 终于在一个部落格上 看到有网友分享他入住慕尼黑 这间平价酒店的住房心得 我们就上不拼打趟 与旅馆往往看看价格 有符合我们的条件 我们就上网订房了 旅馆距离慕尼黑中央车站 步行不到5分钟交通非常方便 我们两人入住4万 换算台币是7252元 平均一人一晚约 新台币907元 我们被安排住边边的房间 一进去房内 看起来就是有点 带有一些历史的痕迹 里面有附一张双人床 书桌衣柜 电视热水壶 电风扇吹风巾等等 还有一间独立预测 里面也是小小的 而且闻起来有点闷闷的味道 预测的门还关不起来 但这个价格和位置 在慕尼黑已经算不错了 对确实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找慕尼黑的住宿 也是遇到怎么会那么贵的窘境 所以才去爬文 才看到有人分享这个住宿 那这个住宿因为交通真的很方便 所以最后我们才决定说 好吧那就住这边 可是没想到 它里面的闷闷的感觉 我们住其他旅馆好像也没那么闷 但这间确实是味道比较明显一点 在我们退房后的隔天 整栋旅馆就准备重新整修 就暂停营宴了 现在装潢如何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大家就必须要上网去查查啰 昨天其实有先查一下 但是目前找不到它的官网 不知道是暂停营宴还是怎么了 因为我们之前订房是上官网直接订的 可是现在完全上不了官网 下方资讯栏我们会提供他们的资料 能不能再找到这间住宿 也要看之后的状况 再来就是法国史特拉斯堡 说真的我们那时候在安排行程时 原本没有打算要去史特拉斯堡的 因为我们是比较想去德国的黑森林 之后再去法国的科尔玛 之后行程分享 我们会再跟大家细说 那这边我们就不先讲了 法国史特拉斯堡的住宿 我们是住在距离史特拉斯堡中央车站 走路约10分钟的平家住宿 周围环境看起来不错 治安也很好 我们两人入住三晚是144欧元 再加上3.3欧元和约水 所以是147.3欧元 平均一人一晚约台币871元 房间空间很大很宽敞 整体感觉很简单干净 又有一大面的对外窗 采光相当的明亮 而且里面还有附小厨房喔 有附微波炉电磁炉锅网瓢瓢盆 也有小冰箱小餐桌椅子跟衣柜等等都有 只是觉得很奇怪 它的微波炉放的高度可能比较适合荷兰人 因为荷兰人超高 可是我们要使用微波炉 比较麻烦的一点是 我每次使用我都要垫椅子欸 因为它就是超级高 即使我垫脚也没办法拉开那个门 我必须要垫着椅子 再把我们买的微波食品拿去微波 只有这一点比较奇怪 不然它其他的所有设备 都是我们最喜欢的 里面还有一间独立的预测 有干湿分离的淋浴间 洗发巾沐浴乳都有布 住起来非常的舒服 是我们2019年旅行找的 五间住宿中最满意的一间 对啊 其实那间的空间真的非常大 觉得再多住几个人 其实都不成问题 对啊 想说如果真的还有机会 去史特拉斯堡的话 会想要再回到那一间去住 对 是真的会想再回去住 因为它的CP值超高 你看我们平均一晚不到900块 就可以住在这个空间那么大的住宿 而且还有附小厨房 我觉得有附小厨房真的就是方便很多 真的可以让我们的餐费省下许多钱 而且入住前跟退房后 都可以免费寄放行李 真的超级方便 最后一个法国巴黎 我们一样是住巴黎北包客之家 上一支影片有提到 可以回到上一支影片去看看哦 以上就是我们经历三次欧洲自住旅行 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 我们找欧洲住宿的小配包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让你在整趟欧洲自住旅行中 都能好好的玩遍欧洲 如果你们有什么欧洲住宿的心得 也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等待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都能完成被中断的旅程 记得订阅芒果这一家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影片哦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美美 拜拜 拜拜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